今天呢我说像他以前啊 刚刚那个流浪汉啊 我去看了没找到 我先买点菜 昨天剪片子啊 剪到凌晨三点钟 睡到六点钟就自然醒了 就是这个身体的死气啊 又发作了 整个人呢一天都没有精神 咱们口呢没有人了 就两个孩子 妈妈在做饭 谢谢 谢谢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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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唱个字幕 好的 可以去到哪里 在哪里 可以去到哪里 在哪里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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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那头很大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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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狗子每天都在等着我 来的 有点烫 我觉得那一天都不听话了 哎呦 他总是这样子 其实当初我也跟今天这个老乡一样 但是我比较聪明啊 我知道怎么用这个 Facebook是吧 我用Facebook 然后加当地的人求救 当时呢 我加了好几个 加了好几个 反正的话 我那时候呢 我记得我只在马卡地里面 在马卡地里面啊 就是我就向当地人求救嘛 那当时那个水电呢都停掉了 然后用那个 谷歌翻页啊 跟当地人聊聊天啊 这后面呢 就是不是聊到他了吗 聊到他之后呢 聊到他之后 然后我们就 见了一个面 知道吧 见了一个面啊 他也是蛮蛮喜欢我的知道不 所以呢 我就到 第二天早上呢 我就直接回到马卡地 回到马卡地之后 我就把东西啊 带到了他家里面 第一天我 我是自己走过来了 第二天 是他帮我叫了当地的出租车 因为我对 当地叫出租车的话不是很了解知道吧 那时候封城呢 就是没有出租车的 没有这个 他帮他帮我 叫个辆出租车 然后 后面到了之后还帮我订东西 叫他一堆朋友过来 把我接到他家的 这家当时车费也是他帮我抵了一半啊 这边都帮我出了一半 然后我就安安心心的就住下 虽然那时候没闲 但他对我特别好 什么都不让我做